鱼大哥说11月17号 他从渤海路自北向南正常行驶 刚下坡就遇到了意外 车胎内侧刮出了一个大洞 轮毂也被划伤 记者看到惹祸的马葫芦附近路段已经摊铺上 而根据余大哥提供的照片显示 当时这处马葫芦探出路面很高 和余大哥一样 刘大哥前几天晚上经过这里 因为光泰暗看不清 在汇车时他往右挤打了一下车轮 紧接着他的车胎也被马葫芦各废了 由于这里地处偏僻 找人维修都成了问题 晚就没走了 走不动了 然后找修补轮胎也不来了 太晚了 天气晚上也看不着了 因为这个地方时间很长了 有一个多月了 最少有一个多月吧 后来我们就等着第二天 第二天找救援车才给他拖走的 凡是压到这个马葫芦 一般两个车胎都得受伤 所以就算是有一个备胎换上 车也开不走 这些车主说当时这里修路可以理解 但是现场并没有看到警示标识 那么究竟是哪个单位来承担责任呢 记者沿着施工路段寻找 很快找到了施工车辆 我干污水的 干到这个程度我就可以撤了 下一步工具不是我的 就明白了 我就干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再往上就不是我的势力范围内 这位负责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污水改造工程 当时工程发包是由两个公司负责 自己只负责地下管道 而路面摊铺则是由干井子交通局来负责 为此记者又来到了干井子城市发展服务中心 公路管理段 道路的产权单位是我们 虽然说现在广网挖掘的施工单位 包括审批部门 就是组织事实这个部门虽然不是我们 但是我们也是主攻去协讨这个事 不能让这个诉求人到处找 对不对 因为毕竟这个项目在我们这个路上 虽然我们还是本着就是到我这去源头了 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 至于内部的事跟别的部门协调的事 我们去沟通